大家好,欢迎来到卖招派每天分享使用的小秒章 相信我们家里都有一些电热水壶吧 平时使用电热水壶烧水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懂得如何正确使用电热水壶 同时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需要懂得如何挑选 跟大家学习一下吧 第一,我们去购买电热水壶的时候 一定要认准304食品级别的标志 像这样有标志的电热水壶 才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 同时是使用优质不锈钢制作成的 如果说在购买的时候发现壶身没有 可以看一下壶盖子 同时我们在购买电热水壶的时候 如果发现电热水壶上面并没有出现任何304食品级别的标志 像这样的电热水壶最好是不要购买 很有可能是使用一些不锈铁或者是高蒙钢太极特 第二,电热水壶每天都会使用 但是由于皮脂都是用来烧一些自然水的 自然自然水的成年物也会在电热水壶里面形成水垢 如果没有及时清洁干净 这样电热水壶烧水水就会变得非常不健康 接下来就可以用上这个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清洁电热水壶水垢 首先准备半壶清水 随后倒入小苏打 这个时候再将白醋也倒进去 最后我们直接盖上盖子 将它烧开就可以了 等水烧开之后 我们只需要将它倒出来就可以了 随后我们直接将水倒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水变得非常浑浊 接下来我们将清洁干净就可以了 为什么使用上白醋和小苏打 就可以轻松去入电热水壶里面水垢呢 这是因为电热水壶里面水垢呢 有一定的碳酸钙成分 同时将白醋和小苏打放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下 就可以产生大量二氧花带 这样就会轻松去入电热水壶里面水垢 随后直接利用上流动清水 将里面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用上这样的方法 这个轻松将电热水壶清洁得非常干净哦 第三在使用电热水壶的时候呢 开关顺序呢千万不要弄错咯 大多数朋友在家中使用电热水壶的时候呢 就会首先将它的开关打开 随后再接上电源 这样呢就会导致强大电容呢 很容易将底座烧坏掉 那么电热水壶就无法正常使用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的接上电源 随后呢再打开开关 这样呢才是电热水壶的正确使用方法哦 第四我们在烧水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将它的水加得太满 这样呢很容易导致出电哦 大家应该都知道 每个电热水壶里面呢 都有一个最大水位限的 那么在加水过程中的水位呢 最好是不要超过这条线的 不然呢水烧开之后呢 很容易溢出来 就会导致呢家中陷入短落 甚至呢也会造成出电的危险哦 看完这个视频 我们只需要呢 在购买的时候呢 认准304食品级别的 这样呢就不会购买到劣质电热水壶 而且呢在生活中呢 也需要注意这几点 感谢分享出去